完了以后,把这些图像里面的测证点都减击 利用这些测证点来进行一个对比的一个处理 就把它对比的时间要对比 完了以后,对比以后的图像 我进行统计处理 得到相应的统计信息 这统计信息的伤体 也就是它的测证空间和测证像 这个过程呢,我们把它称为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完了以后,利用这样的一个学习的结果 我们可以对新来的这样的一个灰色物体 因为它这个镜红外影像,我可以预测出来 这个灰色物体,它可以成为一个似乎 这是这样的一个似乎 这样的一个似乎 这个大致的是这样的一个作识 首先,我可能是怎么说呢 一路是用对镜红外图像进行处理的 比如我拍摄某一个类物体里面的若干物图像 然后就进行统计 对整了以后进行统计 然后把它们全部投影到这个特征空间 完了以后,我们说呢 对这样的一个特征空间 应该用PTI 也就是原分析技术 来达到一种表达这个方式 完了以后,如果另外有一个物体 对整的对象 得到它的相应性红外形 我可以根据这个相应性红外形 在这个相应性红外形 展开以后到这样的一个位置 我可以完全把它表达出来 当然我们说呢 跟这个平行的 我也可以对三维的数据 比如说这也是 这个组的若干个个体的 这样一个单位图像 完了也是 对整以后 我可以进行统计 得到呢 在相应的特征空间里面的一个特征表达 完了以后,如果有另外一个 我希望进行预测 这样一个问题的方式 同样 我们说呢 也可以在这里面 找四维空间里面 找到一个 恰当的感觉 一个点 我们从这个点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图像 完成给它 这个呢 我们是把它隔离开 一类呢 是根据这个 击红外头像 一类呢 是进行三维成像 完了以后 我把这两个东西呢 是在联系起来 联系起来 就是说 在这样两个结果之间 我进行一个回归 进行回归 完了以后呢 得到 这样两个 数据集之间的一个 这个映射关系 好 完了以后 因为有这个映射关系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 如果以后啊 我在另外一个场合 比如我需要测量呢 另外一个 倍速物体 它就是在微信用 这样子 我只要用这个 静怀摄像机 得到这个倍速物体 它的一个 从外形象 我就可以根据 我 经过回归 做到这样的一个 映射关系 然后 之间呢 就做到这个 这个人 就是这样的 那这样的 这是一个大致的 一个处理过程 啊 刚才呢 其实是 唱的 也是首先 要对这个故事呢 进行一个 相应的 怎么说呢 一个 特征 这个 特征面 对准 完了以后呢 对准以后的东西 进行 变形以后 比如这个 就是 相应的 在特征工业里 就是这个 PTI 这个分析 做到相应的 就是 完了以后呢 可以做到 它是一种表现的 这样子 完了以后就是 就是对准的 现在我们 具体我就不想自转 有很多种 就是方法 比如说呢 现在比较流行的 可能是一个DM 这样子 来获取 我所感情 那我现在是 对真 也是这样的一个 对象反员的 做到一个 18个測证 完全可以自动的 获取 完了以后 就是把这个 人脸 变形到 标准的形状 做到相应的 就是 完了以后就是 学习 学习其实 说到底 就是一个 比如说 是一个 主缘分析机 是这样的一个 就是 这样的一个 情况 完了以后就是 要进行回归 就上一个讲座 再讲 就稍微 完了以后就是预测 就是首先呢 做到这个输入图像 完了以后呢 把这输入图像的 这个 信息呢 就在这个 相当于我们 针对这个 针对这个 远空外图像 好 做到这样的一个 PTA的表达 完了以后呢 根据PTA的表达系统呢 根据 PTA 然后这个 远空外的 根据深度之间的 一个印射关系呢 把它印射到 深度空间里面去 然后呢 根据深度空间里面 印射的位置 直接把 这样的一个 相对形状 给它复远 好 就这样 这个呢 是一些的 建议 就说的是 延迟的声音 这个是我们预测的声音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 应该是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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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子 好 就这样子 这个的也有 可能发生机 就是这样子 应该是 这样它的结果 还是非常好 对 完了以后 有两个 有两个 这边 有两个 有两个 这边 黄教授 你刚才那个 一旧空也要68的 很少两个 关的一边上 对 这个呢 68个点实际上 是在那个 9月份货 有一个 就是 规律 怎么办 房业的 规办里面 所以规定 对应规定 就这个呢 像是我们做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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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结果的 一个 这本 其实可能 是其中的 前面 就想 根据这个 单副图像 来进行 这个 机器学习 要再来进行 首先 比如 它的姿态 管理以后 可以根据这个 姿态进行 把这个 那我们这上面 可能还有一些 其他的 建议在里面 比如说呢 我可以把它的 表现 也是为主 当然 再来进行 深圳 表现主 都可以 当然 打烂关以后 是去这种情况 都是可以 就这等于各种表现 这种事 是其中的 特别 这个是其中的 特别 另外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就是 就是 机器的那一块 不是 就是 那个 例子也是一块 所以 首先 这 首先 这个 被 那个 被观测 实际的 图像 在这上面 把这个 就是 特征点的信息 自动处理出 完了以后 就根据 特征点的信息 进行 变形 然后进行 相应的 区别 完了以后 就得到这个 其实这个已经是 根据这个信息 做到深度信息以后 就把它从不同的热角去看 形成的这样 所以已经走到它的 这个 完了以后 这是根据 就是相应的 再把它的纹理 可以填上去以后 就更正确 就是这样 大家换一个人 也是一样的 这也是就是 那个 那个 部署是完全一样 别人测试点出去 完了以后 就做 就进入这个电器 完了以后 你再加工去做 精力匹配 完了以后 比如说这个 十大电器 要把事情 就是三分之下 这个就打了 相当于三分之下 你可以从认识 三分之下 去 三分之下 三分之下 它这个时间有多 这个我刚刚的报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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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没有听过 那个就是 不是那个 亚瑟 就是实际 实际事情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那今天我就 报告了 就到这了 另外好像给了我一个任务 就让我宣传一下 我的学校 我顺带 我顺带 我顺带